泰国要想要效法欧盟深耕签证 然后跟柬埔寨 辽国 马来西亚 缅甸 越南 共同研拟一套六国联合签证的计划 这个为什么会是找这六个国家呢 然后在这里面看到有这六国 但是没有看到菲律宾 也没有什么呢 印尼 印尼也算是个大国 但是并没有在这个六国之中 它现在就是在中南半岛上六国 它就是把海岛那边的先驱除掉 但是我必须讲啊 泰国这个是看起来是很有雄心壮志 可是我认为它这个困难恐怕重重吧 因为这六个国家 你看柬埔寨 缅甸 越南各有各的问题 然后体制彼此之间也不一样 你说六国联合签证 这个不会有问题吗 光是一个缅甸 缅甸有多少诈骗集团 你确定你要给他们签证 你确定是这样吗 然后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你这个柬埔寨泰国这些交界的地方 就已经非常混乱了 中间有很多这些贩毒集团啊 或是各种这些犯罪集团 一直在这边境之间游走 那如果你现在给他一个六国的 这样的一个联合签证 你确定不会搞出更大的问题出来啊 所以我觉得表面上 这好像是一个统合的方式啊 但是我觉得光要谈 然后怎么样去防渡这些弊端 恐怕就要谈非常非常久的时间了 这个恐怕不会是这么容易达成的事情 更不要说将来如果你要扩大 还要把印尼跟菲律宾这两个情况 又更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个想法 恐怕没有这么好谈 好所以介大雪在点头啊 这个觉得不容易达成是不是 对不是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 他要纯申根的话 他的申根国家彼此是开放边界的 不过我觉得他可能有另外一种想法的话 就是说他一个签证跑六个国家 这也是一种申根啦 就看你怎么解释申根 那如果一个签证跑六个国家 就是说我不要 我今天要我今天反外国人嘛 我拿一张我拿我的护照 如果拿到泰国签证的话 我就不需要免 我就不需要 我就不要辽国签证了 对我就直接 泰国去疗国了 那大家可以分享这个资源啦 不过他真正的申根 他做起来他做不到 因为申根是彼此之间边界 通通都拿掉啦 那申根基本上就是说 你可以没有任何关卡 你今天你从中 你从这个 比如说你到了比利时 你下飞机 申根国家 你到荷兰 你也就没有任何关卡 他中间的所有的海关通通测掉 是 国界关卡都没有了 对 可是现在的那个中南半岛 我觉得他们 他们可能这方面是做不到 因为他彼此经济 经济的那个怎么讲呢 经济的发展水平差太多了 你说他要跟缅甸 缅甸发生这个 他要开放边界的话 就光是这个缅甸 那缅甸不要多少人 跑进泰国去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 他是有困难的 就最后看他怎么设计吧 是是是 好来 还有一个问题 AEC AEC 东南亚经济共同体 他当初是 大家本来预计是2025年要成立 那关于人的流动 他只限于技术劳工跟商务客 没有观光 不是一般的老百姓 像欧洲那种是一般老百姓 全部适用 那他们本来就 AEC 本来当初的设想 2025年就是针对商务客 跟技术劳工 不是针对所有 所以他还是有限度的 对所以比如说里缅甸嘛 因为他们不可能 你说10个国家 结果6个国家自己来搞 那你不是歧视另外4个吗 对 这个我觉得逻辑上说不通 是是 所以他可能是 就限说 什么样的技术劳工可以流动 对 因为当初设想是这样 是 就比较有道理 你怎么可以自己弄起来说 我们自己通 不跟你通 就还搞东斜 所以不是 我们所想的那种 因为这个逻辑很怪 你这样不是有歧视吗 你不能搞一个东斜 然后又搞内部歧视 这个太怪了 对啊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马上 一个观光客的思考方式 就是 那这样拿一个签证 然后畅行无阻 他们当初思考的就是认为 欧盟什么都可以比照 就只有老百姓的流动 没有办法比照 没有办法 是 好来 那还有啦 这个我们要看 乙军到底撤的是真的 还是假的 韩兵你觉得呢 这个 我觉得他 虽然他话讲得很硬 说他这样只是 为了下一个阶段 为了进攻拉法做准备 可是实际上 他是把军队调回来的 所以表示 他现在 第一个外国压力真的很大 第二个伊朗现在是有可能会攻击他 他必须要去预防伊朗对他的一些袭击 因为伊朗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 不晓得 而且可能会牵连到美国 是 所以美国现在也是警告伊朗啊 叫你不能打我 我觉得这个说法也蛮奇怪 意思就是你可以打以色列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反正 现在就是情况很诡诀 我觉得以色列当然也要防着伊朗 会不会从背后偷袭他 所以他必须要把一部分的军力回防 那另外一方面 大概也是稍微缓和一下 因为最近真的出了太多事 他又攻击了伊朗的大使馆 然后又攻击了这个 这个慈善组织的车队 对人权组织的车队 所以他在国际上已经闹出太大的风波了 所以他大概也需要稍微冷静一下 可是问题是他实际上还是控制了所有的 对加萨走廊的通道 所以他要进攻随时可以进攻的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是重新再做一个布局 先观察一下现在的国际形势 但是他不可能直接退出来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场战争还有得打 还有得打 所以亮哥是不是等摘戒约之后 摘戒约4月9号就结束了 对耶 今天就9号了不是吗 今天8号 今天8号 明天就9号了 对 所以现在只是就像科比讲 休息跟调整 休息怎样 再出发吗 他有一个背后的说法是说 他要拜托美国去跟埃及谈一谈 因为你打拉法人家没地方去那怎么办 那不是死一堆人 是 所以就是你边境是不是要打开了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